分享一下你的故事 我最崇拜的人是谁 那我觉得应该还是咱们的习总书记 真正是能够在生活中 工作中影响我的很多因素 总书记当年 他能够兼挑两百斤小麦 走十里上路不换肩 但是我现在扛大米 最多只能扛一百斤 然后还走不了几步就得喘气